字幕已不可理睬 今天有個話題想說 這話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在學日文這麼久以前用了多少本日文書 首先講一下我們學習日文的背景 首先,我們在香港用興趣班的方式 在香港學了兩年,之後來到日本留學了一年 我們早幾個月就畢業了,現在就是致學的階段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就由在香港的興趣班 介紹一下我們用了什麼日文書 我們在香港用的日文書 就是由大新書局的這套文化的初級日本語的書 其實它包含了一些綜合性的練習 而且每一課都有一個題目 當中有些文化、文型 當時就是因為當時選的那間語言學校 其實就是用這本書來做教材 我們自己其實都蠻喜歡這套書 因為如果在有日文老師情況下,都蠻容易去跟蹤 因為這本書都很多圖,都蠻漂亮 其實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幾六十公級都比較大 但問題就是這本書就一定要用這本書的語言學校才能夠買到 還有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沒有這個中文的翻譯 所以對於初學者來說,未必是一本適合的字學書 之後就等我說一下在語言學校的時候,我們是用什麼書 我們來日本留學了一年 好重啊 我們用了的書就大概有這裡這麼多本 首先第一個系列就是這個 民那の日本語 這本書應該大家都沒有用過都應該有聽過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本書雖然是很標準的一套日文學習書 但其實它的文法或者裡面舉的例子都相對比較舊 所以學起來我自己就沒有很喜歡這一套書 然後我們除了民那の日本語之外 還有用一套漢字的練習書 這一套書就只針對漢字 它由漢字的詞彙到每一個漢字怎樣寫 它都會有很多的練習 還有很多的做具讓你去學 雖然我們是懂漢字的人 但我自己覺得這套書都有幫助 因為始終日文的漢字和中文的漢字寫法不同 或者真實用到的情況 意思都有點不同 所以我也挺喜歡把漢字抽出來再學 之後就學到高階一點 大概是N2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用了這兩本書 首先講一下這本 這一本在香港應該是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的 它裡面全部都是N2的文法 它裡面就是沒有任何的翻譯 或者任何的一些圖 全部都是文字 所以看上去這本書都挺悶的 我自己覺得 但它的好處就是它很齊全很精簡 當你學到大概N2的程度 其實這一本書是真的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本叫TEMA DETSU的這本 日本語學習書 這一本書就是我覺得很針對閱讀理解 它裡面全部都是一些日本的文章 一個題目 然後再延伸學一些文法詞彙等等 但是用起來的感覺 我就不是特別喜歡這一本書的 因為問題就是 從文章裡面學一些文法 感覺會很混亂 另外就是 我覺得好像東一筆西一筆的感覺 很沒有系統 有時候很難可以透過用這一本書 學到裡面的文法 所以我就一般喜歡這一本書 以上就是我們在日本語言學校用的書 其實除了教科書之外 學校也有自己印到很多的教材給我們 但是那些教材就比較散亂 而且是學校自己弄出來的 我們就不太方便在這裡透露 但是總括而言 在日本語言學習學日文的時候 的確是我們日文進步最快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講一下 究竟我們自學用了什麼 我們首先就是 由N3開始講 相信大家都對N3 即N1N1這個 term是不陌生 N1N1其實就是JLPT的一個等級師 因為學校一開始教過一套 只不過是足夠應付N4和N5 如果你想在日本就職的話 其實最少都要有N3 所以當時我們就在學校教的N4和N5 我們就自己買了這兩本N3的書 去做一些自學 首先我就介紹這一本 這一本就叫做 Nihongamoni的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它當中是包括文法 漢字和一些長文和聽解的練習 基本上是考試讀向的一本書 用起來其實都比較簡單直接 因為這本書 其實它還有一個線上的課程 可以兩件東西加在一起用的話 其實會對學生學日文的動機和成效都會比較大 但因為這本書囊括的文法 就好像不是囊括N3的所有文法 所以我們另外就在外面買了一本 日本與能力試驗是值錢對策的 這本書主張就是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 只是用15天就可以考到N3 但是你要很跟它每一天 做一次文法 做一次看字 然後再看回顧 那你就可以去考試了 這兩本就是我們在N3學到的 用到的書 其實我自己比較推薦 如果你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會推薦這一本 因為三個月很集中地學這本書 基本上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如果有些人時間比較不夠 那就可能會推薦N3這一本 因為它比較精簡和直接 不會有很多無聊的東西 除了考N3之外 我們也也考了N2 在學校教N3的文法 我們也是自己偷步去考N2 N2的時候 我們就買了三本書 首先第一本 都是剛才我們在N3的時候 有用過的 Nihongo no Mori 我是十分之喜歡這個系列 因為配合它的網上教材用 在自學的情況下 有一個老師可以和你仔細地說 每一個文法 是怎樣都好 自己在書本上吸收的 另外我們也有買回 剛才N3同一樣的這本 《日本語能力》 直前對策 它也是針對文字詞匯文法 在考試道向之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剝卷 所以這本也是我很喜歡的 最後我們就買多了一本 叫做 《日本語索密封的N2》 這一本就是針對 只有詞匯Koi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學到去N2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好像差一點點 我們漢字雖然看得明白 但是很多詞匯的真正意思 未必很掌握到 所以就買了這一系列 叫做Koi的書 它裡面是很好的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學英文的時候 例如 第一課是教Animals 它就有很多和動物有關的詞匯 這一本書也是的 例如有一課叫做 租屋 有一課叫做 使用電腦 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都會用到的一些日本語 所以我十分之喜歡這一本書 尤其是N2這一本 使用上來的日文 是在日常生活中真的用到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本 好 接著就說 因為考N3、N2都未必足夠 所以 還有一個就是N1 我們 好像剛才這樣說 其實這一本書 跟剛才那本N2的Koi 其實是同一個出版社 也是同一個架構的一本書 只不過是變成N1 這本就有點特別 它不單有詞匯 它還包含了漢字 那變成 其實就會多了很多比較難的漢字 例如一些什麼 荒廢 粉碎 這些其實 這些比較難的漢字 我補充多一點 為什麼我特別 喜歡這個系列 是因為它用的例子 全部都很日常生活化 那這個系列 在香港都買到的 我們這一本在香港買 這一本在日本買的 但是都不擔心 因為 無論是香港還是日本版 都是有中文、英文和日文的翻譯 剛剛這本抄口書 就比較大 和厚 但是外出就有點不方便 我們有時候想搭車 或者是去旅行 那時候可能 沒有東西做 就找一本書 所以我們都買了這一本 是日本語的能力試驗 《Best Dog》的單歌 這本就是針對N1的 其實它裏面都是by topic 去學一些漢字 其實一張都不會說很heavy 也很短 但是它可以讓你用一段很短的 可以學到幾個漢字 都不錯 除了考JLPT之外 我們都買了很多日文的輔助書 去幫自己更加好好地學這個語言 始終我們不是為了考試 而是為了講日文 日常生活用日文 所以我們都買了一本書 超重 這本書是輔助在日常生活中的日文 首先由細本的開始講起 這一本是超可愛的 它叫做onomatopoe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一些 異性詞 每一頁都只有一個異性詞 然後它會有一些例句 例如屁股屁股 這些 就是我肚子餓 然後它會有一些圖畫 和一些例句 所以 是一個很輕鬆 學耳聲詞的書 第二本呢 就是自動詞 他動詞 這一本書 為什麼會買這一本書呢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是被這個自動詞 和他動詞 困擾了很久 我完全記不到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本書 它每一頁都是 拿了一個自動詞 和他動詞 來做對比 做例句 還有它也有很多 Q&A的對答 它解答了我很多 對於自動詞 和他動詞 一些的疑問 我非常喜歡這本書 這本書 是在香港的成品買的 可能現在都還買到的 對 之後呢 就買了一本 類似字典的物體 這一本就叫做 日本語丹哥 一萬四千個字 它是中文和日文版的 那一打開 它就是 by topic 這樣 列出所有的 日文的生字出來 例如我現在打開的這一頁 就是講日本的名城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 大阪城 二條城 基努城 對 基努城 中文就懂得讀漢字 但日文的時候 未必懂的 那這本書就列出了很多 這些出來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因為跟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接軌 最後呢 就有一本叫做 日本語文法比較字典 其實這一本書我會覺得 它是 我們 在N5到N1 的文法字典 可以叫做 因為它是由N5到N1的文法 都有覆蓋 它會將一些比較相似的文法 用一些例子 去解答 究竟文法和文法之間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都挺喜歡這一本書 但我就自己比較少用它 因為始終 它是一本字典這樣的物體 它未必有很完整的解釋 對於一個文法 但是 當你學了一個文法 又學了一個新的文法之後 你發現 糟了 我不懂用 那看這一本書就對了 這一本也是在香港買的 除了介紹完一些關於JLPT 應次導演的書 以及一些增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應用日語能力的書之外 因為我們是工作的 我們都不是為了考試 對不對 我自己就報了一個叫做BJT的考試 相信鏡頭前面 大家對BJT這個字都比較陌生 其實BJT是什麼呢 全名呢 就應該是 這裡 BJT主要是為了就職用的 因為你商務上 工作上用的日語 絕對不是應視的日語 也不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用語 是一些偏向比較 就像冰靈啊 謙讓啊 或者是敬語啊 這些等等的物體 就會在BJT這個考試出現 那它考試內容呢 其實呢 就是會給你一些語境 然後你就會根據語境去回答 那個語境去回答什麼敬語呢 那它的考試大概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就為了考這個事 我就買了三本BJT的書 首先這兩本呢 就是官方出的書 那如果你對BJT是不熟悉的話 這兩本書呢 是必賣的 那至於這一本呢 它裡面說的根本就是 整個BJT需要用到的敬語 或者那些語境要用什麼敬語才是最適合呢 那這本書呢 它就聲稱是30個小時就可以幫你KO了這個BJT 那我自己用下去呢 其實都覺得它是挺得心應受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向大家介紹 我們一直以來用過的日文書 那如果有什麼漏的話 大家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區 去跟我們交流一下 那雖然我們買了這麼多書 但是呢 都不代表我們的日文 是已經去到一個很好的程度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書呢 只有一個途徑 全部都是靠自己學然後去吸收 但是我覺得學語言 最重要呢都是跟別人溝通的練習 所以不妨可以多些出去跟日本人接觸 或者懂得說日文的人去溝通 這樣的話 反而是一個學語言最快 和最有效的方法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 或者有其他的想看的話呢 記得留言、讚、分享 還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 好想買了幾千 這本超貴的 在香港買的 好嗎 香港買貴一點嗎 香港買貴一點 這本193元 193元 買這本買了幾千 這本2000多元 這本2000多元 這本 這本在日本買才是1320日圓 香港買貴了很多 這裡的書加起來應該都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學日文很貴 我自己都自己 我把機械isel挺有光 OK 我開玩笑 你是甚麼 我すごい 一會兒 在香港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